前教老师比较喜欢关心汽车行业的发展 因为我是一个车迷 但是我了解的当然很有限 但是我在社交媒体 尤其是现在有YouTube 我们会看很多的车评的节目 所以前来无事也喜欢看一些车评的节目 看看不同品牌的最新款的汽车 尤其是一些标杆的车型 一些Benchmark的车型 他们用了什么最新的技术 所以是会引领整个行业的发展的那些 所以我很有兴趣去了解这些东西的 那么因为车评节目看多了 我不知道在这里 有没有同学是喜欢看这些讲解汽车的 虽然买不起 但是可以看一看过过瘾 有没有这样子的同学 有没有这样子的网友在我们网上面 有的话给我一个high five 我们经常看这些车评 看多了 尤其是最近几年 我就发现很明显 这个趋势正在变化 以前全世界全地球最红的车评人是谁 就是那个top gear的那三剑客 对不对 因为我有时候看看这个英文 有时候看看这个中文 我记得一个是叫做大猩猩 一个就是Hammond 另外一个就是James Mayer 对吗 我不懂你们有朋友喜欢看top gear的吗 当年他们的节目后来现在就变了 对吗 他们也跑去Amazon Prime那边拍另外的节目了 所以当年的节目是经典很多的经典的这个episode 对不对 那么以前他们这些车评界的网红人士 他们讲的全部都是以他们自己是petrohead来自居的 就是我的头脑就是只喜欢汽油车 OK 只喜欢高亢的排气声浪 对吗 所以喜欢那种速度感 喜欢那种机械感 对吗 喜欢自然吸气引擎的那种 什么叫做丝滑的感受 就是越踩越有对吗 就是你的rpm可以 因为大排量的自然吸气的引擎的话 你的rpm你的转速可以去到很高转 如果在这里有一些是Honda的粉丝的话 对吗 我也知道Honda的红头engine对吗 OK Civic Type R 还是那个Integral Type R对吗 红头引擎 还有那个S2000对吗 所以那个声音的确是在YouTube上面听人家驾的 哇 那个声音是非常非常的动听的 可能我们觉得动听 再多10年再多20年你问 2000年后出生或者2010年后出生的人 他可能觉得实在是太吵了 他们可能一点都不享受 我不知道 但是好像我们如果在路上看到那些改装的Motor 它的后面的那个Buy很吵很吵的 我们都会非常的厌恶 对不对 OK 所以觉得他会支扰我们这些普通人 那会不会再多10年20年全电动车的时代 那那个时候大家也会觉得传统的这些排气声音 很吵的车 他们会非常厌恶呢 我不知道 只是提出一个 大家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从刚刚讲到的Top Gear这样子的 网红的车评人士 就是汽车节目的主持人 到现在看到网上面的讲解 从很多人在讲的情怀 以前经常用的词就是情怀 什么那个4.7的4.8的那个V8引擎 哇情怀啊情怀啊 5.0的那些 还有什么V12 engine啊 W12 engine啊 对不对 大家都在讲的情怀情怀 现在的那些在网上面讲测评节目的主持人 他们慢慢慢慢改了 越来越少人提到这个东西 越来越多人在讲着新时代的汽车的用户体验的差别 这个就是我留意到的东西 现在的我们看到的汽车企业 也非常非常的是去的慢慢慢慢的跟着改变 自从我们看到排量汽车的排量越变越低对不对 排量越来越小然后开始加Turbo Turbo不够的话现在还加那个Mal Hybrid 对吗有一个48W的电机帮助你的engine去吹动 延迟那个Turbo Lag的那个感觉 所以这些技术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汽车界里面去这个出现 所以你喜欢声浪的人他就给你在车里面讲制造那个假的用你的车里面的soul system 就制造那个假的加速的那个声音给你去感受了 所以你就可以在车里面去享受你就不会自扰到外面的公路的使用者或者路上的行人 越来的越stivalized对吗 越来的越文明在这个汽车行业的发展 所以这个趋势很明显是正在发生着的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我们如果也只是一成不变的认为汽车时代会不会改变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因为这个固有的这个印象呢 而错失了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巨大的产业链 有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将会形成 带动很多很多的相关联的板块的股票 盈利飞涨 当然股价表现会很厉害 所以在接下来的十年如果我们没有赚到 电动车行业的这些相关联的优质公司 不是借题发挥的那种真实的订单越来越多 生意越来越好的这些相关联的公司的 我们如果没有透过投资他们的股票赚到钱的话 那我们就是真的会很浪费 对吗 因为这个东西是有迹可循的 我们今晚讲了那么多 对不对 我的观察我的感受 我们有机会在这一生人里面 各位同学 我们有机会在这一生人里面 见证很多很多个大时代的变化了 智能手机互联网时代我们见证了 哇OK亲身尽力了 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我们又见证了 哎呦真的是一流 很快我们就会见证5G的年代 我们一定有机会见证5G 对不对 It's on the way already 然后电动车 OK电动车是颠覆整个汽车行业 100年的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们见证了 那在之后的太空科技对吗 那个有点远 我们不敢讲些 所以我们各位同学们 我们在这一辈子里面 太多太多这些巨大的投资机会了 你们同意吗 未来还会有更加多 所以在股市里面我们留意这些趋势 我们去挖掘相关联的公司 我们去找到好的位置去投资 为我们自己创造财富 绝对比我们只是打死一份工来的更有前途 对吗 或者更多的可能性 让你有机会像在你原本的那个level 原本的那个水平里面向上突破 这个难道不是我们去研究投资 研究财富的创造的其中一个目标吗 对吗 Lift up我们自己的人生 Lift up我们整个家庭 对吗 Family甚至是家族的命运 可能就是从一个时代 你做到一个好的投资主题开始 这个是我对这个汽车行业的一些观察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要在这方面去加强 当然不用着急 各位同学 那你一定会问 老师马来西亚股市里面有什么公司直接关联到 你讲了那么久好不好 就你不要讲那么多了 你直接来两个 对吧 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OK 这种问题是 坦白讲 答了 对我们又没有什么好处 对不对 不答 同学们又觉得好像不够那个尽兴 对吗 当然其实我们会持续的观察 原因是 目前来讲 马来西亚股市直接牵连到电动车行业的上市公司 数量应该还是很少很少 只是一些出现在传闻阶段的 或者是在真的我们讲的 premially stage对吗 就是很出奇的 当然是 现在 大家看到那股价涨了很多的 那个G字开头的 半导体的股票 还有那个U字开头的半导体股票 so but之后呢 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其实大家还有间接的 你说 这个测试 automated testing equipment ATE或者OSAT的 电动车里面需不需要测试 这些元件以及需不需要用一些电子的 这些芯片肯定也是需要 所以是牵涉到的 曝光有多大的比例 以及这个比例会不会陆续增加 是需要我们去再深挖一点的 我认为我们有时间 绝对还有时间 因为这个行业发展的空间还很巨大 很巨大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Tesla现在 Tesla现在这个全世界跑的最领先的电动车的公司 就是一年的汽车销量 一年的汽车销量今年才预计是50万 预计2021年能够销售50万辆 这个50万辆是什么概念呢 Toyota 日本丰田一年 现在可以卖全世界卖超过1000万辆车 单单一个Toyota罢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全世界的电动车 未来还有多大的空间去增长 当它变成 每一个买车的人都会考虑电动车 你不要忘记有一些国家比如欧洲对吗 以及现在啊 听说这个美国的拜登政府 他们也要将这个燃油汽车的这个生命定它一个淘汰的周期 对吗 多少年之后你就不准再买这个燃油汽车了 对吗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进行着 都是在进行着 所以欧洲的好像我没错的话就是2030年 对吗 有些欧洲的国家就不会再允许这个燃油汽车了 OK 所以各位同学 这个是我为什么在这边会跟大家聊这个想法的 对 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个东西 刚刚想讲什么东西扯得太远了 Felix说讲到车就停不下来 主要是观察 因为观察了很多 观察了很多 OK So 这边是不是在油花园呢 也不是啊 就是因为很多的想法 因为很多的想法 So 我看到这边了 TJ Deo说 汽车车的排气声不够大吸引不到女生 这个是我们old school的想法呢 可能未来不是这样子的 可能未来你要新女生的话 你要告诉她 你的车里面呢 是有WiFi Hotspot 可以上5G的 对不对 So 这个 你的车里面 买车的女生一定很喜欢自动驾驶 她可以不用拉住staring 车自己走 然后她自己化妆 对吗 或者补妆 女生一定是非常喜欢 对吗 场景会一定有很大的变化 OK So CK丹 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 之前还有开学院 OK 现实跟书里面的内容不一样 OK 刚刚我们讲到的是 对 对对 我想起来了 我们讲一个巨大的浪潮 影响全人类的 是可以从我们没有见到这个产品 到家家户户都买这个产品 你们来想一想这个空间有多大 这个天花板有多高 这样子的行业发展 难道不会出一个三倍五倍 甚至十倍二十倍的股票出来吗 一定会 我也相信在马股这边也会有的 OK 又甚至有些可能还没有上市 未来的IPO的企业里面 会不会越来越多牵涉到这个产业链 这个智能汽车 电动汽车的产业链里面相关的公司 一定也会 对吗 所以我们等 各位同学等待着我们的未来的 这个投资的 这个主题 投资的那个机会 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认真的工作 认真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资源 手上的多余的钱 就是我们的资源 然后再寻找这些好的机会 帮助我们 打工跟投资 对吗 或者做生意投资 一起向上走 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里面的 双引擎增长 所以希望同学们 在今晚的了解里面 是可以 这个 这个有些 有些思维的开发 对吗 好 那 车这边讲完了 主要 主要就是 大家包括LED灯 对吗 所以你们去看 新的奔驰跟宝马的车里面的那些LED 简直是酷炫到不得了 最有代表性的呢 你们应该去找那个新的S-Class的最新的S-Class里面的那个灯在碗上面的那个效果 好像去了Disco 这样子 这个我看到的它的介绍 它车里面的那个LED 因为LED灯 需要用很多很多颗啊 OK 所以 里面 只要里面罢了 不单单只是你们看到的车头颗灯跟车尾灯 那么这些LED灯它的颜色的改变呢 以及它可以根据你 可能根据你驾驶的速度 或者是你讲话 或者你播放音乐的那个动感节奏 来决定车里面的颜色 主要是透过什么 透过芯片 因为有了芯片 LED灯就可以沟通 那这些就是 为什么一部车 需要那么多的芯片 的原因 啊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相关联的啊 第一次开头的那个呢 对吗 我看到我同学讲到的 啊 so 很好 OK 那么我们这边呢 就聊到 9点半了 重点内容讲完了 因为今天不想那么的累 结果还是讲到很累 我们来看看同学们 有些什么样有趣的留言呢 啊 必要的同学说 是的啊 我们的同学 旁听的同学是恭喜发财 终于讲到名字给他们了 啊 Jess Wong说 FPS是Car Audio Car Audio Car Audio的话 好像FPI就 没有 没有看到他说 跟车里面的 这个音响系统 有太大的关系 啊 好像还是 Bluetooth的连接啊 我们家用的 还有乐器比较多啊 啊 苏审林说 哪里可以找到公司的业绩报告日呢 OK 公司的业绩报告呢 是没有规定日期的 只是 只有一个 就是你结算日 如果是12月31号 之后的 两个月之内 一定要公布 你的deadline是 接下来的60天 啊 所以 呃 公司可以提早公布 也可以拖到最后一个星期公布的 啊 嗯 Tenaga会不会垄断电动车的能源需求 那 应该会咯 因为 Tenaga本身就是垄断了 我们西马半岛这边的电力供应了 对不对 啊 所以你到时候电动车充电的话 也肯定是Tenaga 你给生意给他做呢 你跟他买电吗 对吗 哦 这边Ray Tan说开自动车 马来西亚的 我们在路上就不能stattle了 对吗 不能torn toron了 啊 OK 好啊 其实啊 如果是自动驾驶 这个交通违法的可能性 还有交通意外的这个可能性 也会大幅度降低 只要那个自动驾驶的 人工智能系统去到足够的发达 So Tesla在这个方面 因为他在路上面行驶的汽车最多 所以他所收集到的道路上的行驶数据 是最完善的 所以他最有可能可以为我们人类 开发出最先进的自动驾驶系统 所以其实Tesla电动车是其中一个 它的增长的催化机 另外一个还在后面的 就是它的自动驾驶系统 因为如果自动驾驶系统是可以再 卖给别人用的话 那他就好像Windows的电脑这样子对吗 你的电脑要装Windows 你的车要不要装我的自动驾驶系统 哇 那就版权费就抽抽该了对吗 明白吗 有很多的可能性在未来会出现 所以我们是现在已经是要人到中年了 各位同学 我们如果只停留在过去的认知里面 没有对未来有足够的那个想象力的话呢 我们很容易吃亏啊 我们很容易洗牌啊 看不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当我也在不断的学习 我当然鼓励同学们跟我们一起去 每个星期来这里学习了 对不对 at least我们at least不会太慢了 在这边啊 嗯 Patrick说没有tip席没发财 给了很大的tip席哦 十年的tip席哦 对吗 所以就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到底曾经老师有没有给tip席的这个问题了 OK So Valencia 唱首新年歌啊 有啊 我连初一 我连初一 我穿了清朝 对吗 阿哥的衣服 你们没有在我的这个Facebook上面看到呢 我连初一就唱歌给你们听 你们留意我的Facebook了 So 我们的同事们真的很有心 为了要向各位拜年 特地叫我穿古装 穿到像整个维修宝这样子的啊 OK 当然啊 有同学说我一小宝很好可以有七个老婆 哎 同学们 那个是武侠小说啊 我们不要讲老婆啊 我们讲股票啊 你要管你七个股票的投资组合 都不容易了 更何况管你七个老婆的Portfolio 这个是根本根本啊 我们的男人的噩梦来的 对吗 啊 各位男士 认同的话 给我一个点赞可以吗 啊 So Karen 你说你最喜欢吃Pie Pie 对吗 Pie OK Good Choice 年初一开不开播 年初一应该不开播了 因为我们准备了预先录好的video给你们啊 年初一有video看 哈哈哈 啊 啊 世乐要休息啊 So 啊 Jayson说 today all in 这个Jayf Tech 我 我 我知道他跟Four Pack 都是同样从事这个Socket 这个插头的制造 对吗 然后Jayf Tech 也是要做这个Power Placement 要建工厂 加大产能 对不对 嗯 Samuel说如果miss科技股有没有机会 我当然说有啊 对吗 当然有因为这个浪潮它不是 这个浪潮它不是跑一两个季度 这个浪潮可能会跑三年五年四十年的 就好像我们的手机的 你2012年买Inari 到2020年你还可以买Inari 还可以赚钱 money say me 就是这样子 你07年可以买苹果 Buffet到2015年才买苹果 总还是翻一倍 money say me So 我记得在这边直播有跟大家讲过的 我在剪片的时候我有印象 我有写下来这句话 有些增长啊 有些未来的增长 就是很厉害增长的那些行业或者股票啊 它的盈利翻倍 double up 或者它的股价翻一倍翻两倍给你 它只是一个beginning的signal罢了 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的讯号 如果你说哎呀 赢涨一倍了 我不能够买了 No 你不能够这样子去理解 因为你如果对那个公司的发展过程足够深入了解的话 你去看一看人家为了这个增长 为了迎接这一波的浪潮 为了接得到这个天掉下来的财富 它做了多大的准备 它用了多少年去打磨自己的技术 建造自己的工厂培养人才 还有这个跟它的顾客混熟 so that可以拿到更多的订单 或者说做得到它原本不够qualification做的 它就是用这几年的时间去打造自己的qualification 这个阶段就叫做乾隆勿用 在《易经》里面讲到的 情隆满用 不是谢霆锋里面的那首歌 虽然名字是一样的 但是它要带出来的智慧 是另外不一样的东西来的 其实就是你在酝酿那个东西的时候 你用了多大的能量 用了多大的努力去酝酿乾隆 就是潜在下面的 还没有飞上来的飞龙 那个叫做乾隆 那个阶段 所以如果你去明白 那个公司为了这个增长 准备了多少时间 你再看回 它涨一倍涨两倍 根本是烧烧水 因为它前面准备的东西 可能是可以让公司涨十倍的 你涨了一倍涨了两倍 就不敢买或者说高了 那后面的财富自然你就赚不到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它认知有多深的问题 这个是基本面的问题来的 这个也是看图表 没有办法单单靠图表 能够告诉你的东西来的 这个是研究价值投资好玩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跟大家讲 你要看看当全世界没有人买智能电话 到有一千万人买智能电话 到有一亿人到地球上一半的人 都用着智能手机 的时候 所以你说这个产业链有多大 它拉动的股票 对吗 马来西亚为什么Vitrox会涨那么多 Inari会涨那么多倍 Gtronic Unisam什么的都回来了 半导体的需求厉害了 对吗 而且有一位我的最近的我的学员讲到的 他觉得半导体呢 他理解半导体呢 他以消费品来理解半导体 就我们讲科技好像很 很悬 离我们很远 如果你将半导体 因为半导体用来做什么 就用来做这种手机里面的东西 做电脑里面的东西 以及做车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最近我们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公司 叫做Dnex D-N-E-X 对吗 收购了一个 那个名字我不会念 从国库贡股那边收购了一个 马来西亚我们这边做芯片的公司 对不对 然后那个Dnex的股价有反应了 那么好 我今天才看到 就是那个芯片的公司 它做多少nanometer的芯片呢 我看到如果错的话 同学们可以纠正一下 它是做110nanometer 110是什么呢 台湾的TSMC台积电 现在做着的就是5nanometer的 好像这个华为的电话 它用的就是5nanometer的芯片 台积电还在攻克着3nm 3纳米的 那么我们马来西亚这边的那个 半导体的工厂是可以做110nanometer OK 110nanometer是可以用来做电器 就是这个芯片也是有用的 不是全部都要用这么高科技的 所以你的电视机 你的智能电视 你的智能水壶里面可能用的那些芯片 是比较大一点的 它就不需要那么高精度 OK 但是当所有东西都连网的时候 Smart Home 当我们的电灯里面有芯片 你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命令它开灯 对吗 好像你们 我小朋友已经见过了 那个小米 小米家里面的产品 对吗 可以用那个小爱同学 小米的音箱去控制你的电灯 控制你的家里面的这个电器 那这个就是芯片的功劳来的 所以所有的芯片 所有的电器都可以智能化 只要将它装上芯片 那你们讲了芯片的需求 还会变大吗 还有几大 哇 真的是好大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学生讲 从消费品的角度去理解 芯片半导体其实就是被做进去 消费品产品 然后被我们用 被我们的生活里面买到的 所以其实 这个消费的趋势一直在的话呢 那么半导体的这个生意 或者说它的增长空间呢 就会继续在那边 当然半导体有很多种 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110nm 我没有记错的话了 我没有记错的话了 90nm 90nm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做大哥大电话的 如果没有错的话 那去到这个30还是28 就是28nm的时候呢 就好像可以做到 Nokia的那个年代的电话 好像是大概是这样子的 级别了 OK So 要讲的东西讲完了 今晚也看了很多同学们的留言 对吗 So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今天 这个可以跟大家聊好多的东西 天猫精灵啊 Waisley说 天猫精灵我家里也有 但是 这边的那个 这边的那个 能够搜索到的东西 比较有限 就只用来听歌罢了 对了 Dnex收购的那个叫做 Siltra 对吗 Siltra Yes 谢谢你Daniel 给你一个点赞 谢谢 Nick Hill 110nm 谢谢 好玩哦 So 我们都是有关注这个东西的 手套 手套股 抗龙有悔 手套股是了 去年就是抗龙有悔 我跟你们有讲过这个东西了 那手套的话呢 我觉得 我并不会觉得手套股完蛋 但是手套股现阶段要涨的话呢 好像没有什么客观条件 因为它接下来进入的 就是随着疫苗的生效 接下来等待着它的呢 一个在所难免 大家都知道会发生的过程 就要发生了 就是销售价格会不会逐步的回落 甚至有些订单会被取消 然后他们的盈利会迎来一段 合理化的时期 Normalizing Earning 它的业绩会回复正常状态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它还是赚钱 但是你看就是不好看了 你看到它的生意会走下坡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的股价要大涨 就会比较难 OK 但是如果太多人丢手套股 拎到手套股跌到很深的话呢 那长期就 长期的话呢 手套还是很赚钱的一个商业模式来的 那如果它跌过龙了 那对手套股 长期啊 记得长期 是不是有投资价值 这个东西又是下一个阶段要留意的 因为可能这个阶段没有那么快出现 所以我们今晚就聊这个半导体 看那些科技股的业绩达不达得到预期啊 达不到预期的话 你会不会给我们来一个调整啊 这样子 你毕竟长了那么久 要休息一下子的吗 否则就抗龙有悔的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额外的聊的东西了 好吗 各位同学 累了 我要去开油锅炸东西 所以呢 今晚就十点钟我们准时结束好不好 刚刚也是准时八点半开场的啊 但是同学们都跑去买衣服了 今晚的收视率有点低 我知道很多同学会看回我们的重播的 感谢同学们 你们连29的晚上都来这边 所以再次跟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才能广进身体健康 何家安康 何家平安 这个是最重要的 照顾好身体 然后疫情过去了 大家有机会可以重新去旅游的话 到时候会带动什么样的行业呢 这个要好好的 在农历新年休息的期间里面去想一想了 我各位同学 今晚就聊到这边了 感谢你们的支持 捧场 还有所有的给我信心的同学们 当你们给陈建老师红包了 感谢感谢 OK 今晚我们就下课了 过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